作词 李宗盛 谁曾浓舟荡绿水 谁曾摇脚无情过 回眸又见翻坠月 翘首摇看穿银河 三千里尘封往事 七百年豪渺烟波 当沧桑在岁月中沉默 两岸已是万家灯火 三千里尘封往事 七百年豪渺烟波 当沧桑在岁月中沉默 两岸已是万家灯火 一时万家灯火 一时万家灯火 我这些天什么都想过了 就是没想到还能见着你 我吃足了 别看了 我跟你说过 我原本就该去当太监 这是命 人 扛不过命 还疼吗 再养些天就好了 你到这里铁丹人家里都知道吗 知道 我跟孙嬷嬷说了 反正我要走了 想再见你一面 她老人家幸好 就派车送回来了 铁丹人家里都是好人的 铁丹人家里都是好人的 那不能动 师父知道要骂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来看你吗 有件事你一定要知道 什么事啊 傻瓜 你还不明白吗 傻瓜 这么说都没你 你是我的大恩人 你是我的大救星 你是我的活菩萨 东北你知道吗 一个太监 就算是总管太监 不管他混得多体面 不管他有多少钱 他都没有自己的孩子 可是我妞妞 有了自己的亲骨肉 我 东北 你要把孩子生下来 你千万要把孩子生下来 我娘娘有后了 我娘娘有后了 娘娘 娘娘 你放心 我跟孙嬷嬷说过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就是要把你的孩子生下来 你要听住 熬过这一关 就是我们还有见面的时候 东北你知道吗 我已经认了个干爷爷 我在宫里有靠山了 我能混好 我一定能混好 等我出头以后 不 我进宫以后 立马就跟你烧信来 东北 你可要等着我 我等着你 我一定会把咱们的孩子养活 将来让他读书 也靠熊子 靠军人 靠创业 东北 我该怎么信你 这些日子我总觉得 我这辈子什么都没有 可你来了 我又觉得什么都有了 什么都不缺了 我知足了 我真的太知足了 我高兴了 娘娘 我今天见了你 我也有活动了 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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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天你 是不让她的 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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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疯了 你也不疯了 你不疯了 你不疯了 什么人 从哪儿来的 我没仔细问 那人赶着一辆马车 说是从您家里来的 从我家里来的 老爷 我 去看看吧 小玉姐 你看 就在那儿 你找谁啊 彭管家 你来干什么 老爷让我接你回去 你回去跟老爷说 我这边忙得脱不开身 就不回去了 那你 什么时候回去 我也好向老爷有个交代 这你就甭管了 说不定我就不回去了 韩奶妈 家里来人了 家里催我回去看看孩子 瞧我这几天忙得 把这事给忘了 要不 宋嬷嬷 您放心 从今天起 我就在老爷家待着 哪儿都不去 驾 驾 驾 你报约 那我 干什么呢 好 Así 欣哥 你快要呢 没什么呢 许可 借着 不许可 快要 要是韩晓月还不肯回来呢 要是他还不肯回来 那我得亲自到铁大人府上跑一趟 爹 爹 白天跟着哥哥来 说抓到了偷密夫山的贼 是真的吗 偷到密夫山的贼叫鸟溜 现在被关在通州大牢里 那您怎么不高兴啊 找到了密夫山 天伦哥不就不用被发配了吗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陈天伦发配凝固他一程定局 这个结果 谁也改变不了 雪儿 你到哪儿去 我去找甘芮 你找他干什么 你们两个人 有一个人在说假话 不是您在骗我 就是他在骗我 站住 雪儿 你爹是通州之州 是朝廷命官又是你的父亲 难道你不相信你爹吗 其实甘芮并没有骗你 不错 牛柳柳是被抓到了 可天有不测风云 信索又断了 陈天伦在劫难逃啊 看来这是天意 爹 听说陈大伯和大妈 每天陪着天伦哥游戒 是真的吗 可怜天下父母亲 可怜天下父母心 可怜天下父母心 哭了两位老人家了 甘荣 你在陪着天伦哥 我也是刚知道的 你铁伯不说 甘荣不仅陪着陈天伦游戒 还要随他一起发配凝固堂 甘荣他到底想干什么 他已经毁了天伦哥的前程 难道他要毁他一辈子吗 爹也这么想过 看起来甘荣这么做 只有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到底什么可能啊 爹 你说话呀 他坏了陈天伦的骨肉 你再给我 反思 云 反思 不 不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都没 回来了 见着妞妞了 妞妞怎么样啊 孙嬷嬷我也是从你们这时候过来的 知道你心里难受 孩子 想开点 我说你这丫头是怎么回事啊 这面也见了 心事也了了 怎么反倒成哑巴了 早知道不如不让你进城去 东梅啊 你这是要干什么 孙嬷嬷 我要走了 你要到哪儿去啊 东梅 你丢了那么大的人 陷了那么大的眼 老爷没赶你 曹叔没卖你 我还偷着让你进城去见了妞妞 铁府对得起你了吧 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你到底要到哪儿去 总得给老爷打声招呼吧 别忘了 你可是铁府花钱买来的丫鬟 孙嬷嬷 您别生气 我跟大小姐商量好了 我要陪甘荣小姐一起 随臣天伦去宁固塔 去宁固塔 我跟大小姐商量好了 商量好了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孙嬷嬷 我跟大小姐说过 只要能见到妞妞 我就什么心思也没了 都没这条命 是大小姐给的 我就是做牛做妈 也要陪她一辈子 东美 孙嬷嬷错怪你了 可你肚子里怀着孩子 这几千里的路 拖着这么重的身子 你怎么走得下来呀 孙嬷嬷 这是因为几千里路 她小姐身边每个人照顾着 老爷和您能放心吗 至于我 孙嬷嬷 您放心 东门是欠人欠命 这孩子就像是猫狗下宅儿一样 没人猜 不行 这事必须得跟老爷商量 依着我呀 你和荣儿谁都不能去 他小姐拿定了主意 只要陈铁伦被发配 她就非走不可 孙嬷嬷 东美 在老爷家 做了这么贱不得人的事 我求求你 你就把我当一盆葬事 我们出去算了 东美 东美呀 过来 天黑下来了 去把灯点上 孙嬷嬷 我想 求你一件事 说吧 孩子 孙嬷嬷 孙嬷嬷 妞妞进宫以后 会给我烧仙来 到时候 麻烦您找人 写几个词 把多美的去向 告诉妞妞 免得她牵挂 你 你把孩子 孙嬷嬷 我舍不得你呀 东美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大小姐 妞妞她还好吧 你东西收拾得怎么样了 正在收拾呢 我说你怎么这么 婆婆妈妈的呀 我告诉你啊 东西收拾不好 到了日子 可别怪我不带你出门啊 别别别 大小姐 我这就抓紧收拾 容儿 你真要跟着 陈天伦去宁古塔 老爷知道 今天可都没答应啊 我爸他答应不答应 我都得走 孙嬷嬷 我怀了陈天伦的孩子 我不跟他走能成吗 什么 你也怀上了 不能吧 哎呀 孙嬷嬷 我一个大姑娘家 这种事儿 好意思撒谎吗 哪 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你们这俩孩子 怎么 怎么 哎呀 孙嬷嬷 您先出去吧 我和东梅啊 宣伦呀 身了点事儿啊 不行 这是怎么回事儿 快走快走快走 让人家回去吧啊 你这孩子 这怎么回事儿 哎呦 金剑多 今儿下午周三爷派人烧画过来 说义种已经建好了 明天开始签坟 这几天咱大运西仓后边人来车网的 可能比较乱 您多担待这点 好说 周三爷总算给曹玉码头上的 运钉和康夫们找了个归宿 这事咱得帮忙 大运西仓的兄弟们家里 有没有要签坟呢 有啊 有七八户呢 你明天替我发个话 让这些弟兄们把自己家里的事办办 这两天就不用过来了 卑职替弟兄们谢谢金剑多 自打我搬进了大运西仓雅蜀 天天夜里 和乱子岗那些孤魂野鬼作伴 等以后他们有了家 我也就能睡上个安门觉了 相公司 一余子岗 好 无哟 是 船走石道 车走石道 人走狗道 冒钻地道 药博鬼怪 都走梁道 桑林大哥 我知道你没疯 你揣着黄槐案的冤屈忍到今天 不易啊 下年新名 后运新到 花鬼如焚 百鬼尽妙 你在拜谁 拜你 一个疯子有什么好拜的 桑林大哥 我才拜你的为人 拜你的义气 拜你的忠诚 拜你的义搏云天 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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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得了吧 冁天之甘呀 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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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宁股塔 那苦寒之地吗 孙嬷嬷 您说呢 还用说吗 当然舍不得 您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荣儿这一走 您说您这辈子 还能见得着她吗 不错 陈天伦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 她蒙守了不白之冤 我是不得已 才把她发配到宁固堂 我也于心不忍 我已经牺牲了陈天伦 还能再搭上自己的女儿吗 我真的是 承受不起了 看看 你都长了多少白头发了 老爷 到了这个岁数 身边不能没儿没女 你找荣儿谈谈 劝她留下来吧 难哪 怎么难 荣儿说 她怀了陈天伦的骨肉 她跟你也这么说 孙某某 咱们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要是荣儿真的有了身孕 陈天伦再走了 您让她把孩子生在哪儿啊 生在家里吗 生在家里怎么了 荣儿就是我拉扯大的 她的孩子我怎么带都行 那可不行 我是苍场总督朝廷的二品大员 倘若外面知道了我铁林的女儿还没有出嫁就 我还怎么有脸出去见人呢 东梅怀了孩子 荣儿也 这事也太巧了 老爷 您得亲自问问荣儿 这种事我这当爹的怎么张得开嘴吗 要问爷的您去问 我 还是算了吧 荣儿不会跟我说实话的 要不 让韩奶妈去问 让她 他们俩关系好 过得上话 荣儿平常叫她姐姐呢 其实啊 谁问倒无所谓 老爷 我是不愿意直到荣儿走 你还被蒙在鼓里呢 荣儿在我面前 从来都是一张白纸 没说过一句假话 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难道这个家 就真的留不住她了 我刚才说 董梅 你吃什么呢 酸枣 哪来的 后院树上打的 吃汤干嘛呀 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这几天心里总是怪怪的 就想吃酸的 你这是有了 酸辣女吗 大小姐 这东西酸不辣鸡的 你吃它干什么 干什么 许你肚子里有 就不许我酸辣你呀 快看 算了吧 大小姐 说些礼话 您跟孙母说您怀上了 我压根就不信 别瞎说 大姑娘怀孩子 这没事谁往自己身上来呀 我想不明白 大小姐 您为什么非要说自己怀上了 董梅 我要是跟你说实话 你可不许跟别人讲啊 大小姐 我都决定跟您去凝固塔了 您还信不过我啊 我必须得这么说 要不 我爸他能放我走吗 大人 自从卑职住进大运西仓 在乱在岗看见李桑林 到昨天晚上 已经是第三次了 他在干什么 再哭坟 哭谁 黄淮安 你怎么知道 李桑林跪在卑职面前 大喊黄淮安死的冤呢 他还说了什么 他只是哭 一言不发 大人 显然李桑林心中 还是有所忌惮 这样看来 黄淮安 果真已经不在人世了 如铃 从今天起 你要布这专人日夜 照看李桑林 确保他的安全 卑职遵命 大人 在想什么 你还记得 他也都为那十三万诞造假 曹梁 是在哪儿被查获的吗 回大人 在大通桥 我已经托京城的内线 打听到了 大通桥的监督叫诸国顺 也是穆张鄂的亲信 很明显 是许良年事先报信 让诸国顺 在大通桥 截获了这笔曹梁 然后直接报告给穆张鄂 又由穆张鄂 上奏皇上 这样一来 就结结实实地 打了本官一个措手不及 大人 说到大通桥的案子 卑职也刚刚暗中查明 那十三万的 参甲操粮中 只有一半 来自泰州为前邦 剩下哪一半呢 是五至八年的陈良 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 那这些陈良 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大人 大允西藏 有卑职看守 立民为处 我琢磨来琢磨去 觉得这批陈良 只能出自大允中藏 本官怎么会把 这么一个重要的地方 给忽略了呢 卑联 你跟大运中藏的刘宝来熟吗 见过几遍 印象如何 觉得人还算本分 就因为本分 本官才没有拿掉他 我们都被刘宝来的表象迷糊住了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卑联 要是你刚才说的情况 确作无误 那么刘宝来这几天在忙什么呢 他 卑职愚钝 请大人明示 他在补仓 对呀 倘若大通桥结获的陈良 确实出自大允中藏 那刘宝来一定要从 其他的地方调集粮食 不其亏空 障人耳目 以防大人您前去巡视 这种偷鸡摸狗的事 他敢在大白天干吗 当然不敢 他得选在月黑风高时间 几万弹曹良一两天运得完吗 运不完 怎么也得三五天时间 好 那咱们就凑凑这个热闹去 什么时候 大人 当然是越快越好 你去一趟通州衙门 让夏代人晚上 带二十名衙役 配合这次行动 兵贵神速 大特措手不及 快快快 中车靠左边 空车靠右边 堂堂式的左空间 快 快快快 玄子号槽准备好没有 好 都麻了点 刘剑朵 刘剑朵 给车户和康复的银子 都已经预备好了 什么时候发 这还用问了 跟前两天一样 冒时收工 让他们领了银子 回家睡觉去 好 赶紧赶紧 快点 大运中仓监督刘宝来 参见铁大人夏大人 起来吧 谢大人 刘宝来 卑之葬 天色已晚 大运中仓仍然灯火通明 是怎么回事啊 回禀大人 这些天新粮上罢 每天大批的草粮入仓 卑之正在组织人手 加班巧运 带我去看看 是 大人请 刘宝来 卑之在 这座仓鸥的粮食 是哪个曹帮的 回大人 是朕还为后帮的 入仓的草粮一共有多少啊 大概 大概有六万八千的 这些草粮 入仓以后 你都重新查验过吗 回大人 卑之亲自查验过了 这些草粮 甘圆白净 胡平斗满 没有发现伪劣之粮 我问你 按照曹运仓场 二十次条规的规定 这草粮进仓以后 该由谁负责呀 回大人 由仓场负责 也就是说 朕还为后帮的曹粮 入库大运西仓之后 该由你刘宝来负责 对不对 对对对 你敢负这个责吗 大人 卑之不敢 卑之不敢 不承担这个责任 刘大年 卑之在 你在大运西仓当了多年的仓书 你看一看 这草粮 对不对啊 卑大人 卑大人 这些麻袋 不是装草粮的麻袋 哦 不是装草粮的麻袋 那是干什么的啊 好像是装商粮的麻袋 是这样 卑之在 卑之在 你看哪 卑大人 这些确实是装商粮的麻袋 再说 麻袋上的密符也有问题 嗯 卑大人 你看见了吧 这草粮码头上的学问 可大着呢 卑大人 下官今日来此 不管学问 只管抓人 刘宝来 听见了没有 夏大人今天心情不好 有什么话快说 千万不要惹恼了 通州地界上的父母官 大人 这草粮 确实是朕还为后帮的呀 不改嘴 好样的 拿来 什么呀大人 运粮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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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粮丹在苍书手里 卑之这就去取 瞒着 既然这草粮是郑海卫后帮的 那么 押运官 不会不在吧 在 在 在哪儿 在 雅蜀喝茶呢 卑之这就去给大人找 站住 进监督 卑之在 你去把押运官找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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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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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海卫后邦押运官宋保峰拜见铁大人 你 是鎮海卫后邦的押运官 正是 宋保峰 鎮海卫后邦来了多少曹船 运来多少曹粮啊 回大人 鎮海卫后邦共来了曹船三十六只 运曹粮一十五万弹 入大运中舱六万八千弹 其余的都运到京城十三舱去了 鎮海卫后邦的曹粮 是哪个军粮经纪验收的 回大人 验收本帮曹粮的是 是 是袖子号军粮经纪 袖子号军粮经纪是谁呀 大人 这个 卑职记不得了 不会吧 身为押运官 你的记性就这么差吗 金若林 卑职在 给他提个醒 是 袖子号军粮经纪原来是陈天伦 自从陈天伦接任银子号之后 袖子号就再没收过粮 宋押运官可能是记错了 宋宝芳 是吗 是 对对对 铁大人 卑职记错了 就算是记错了 这麻袋上的密符也画错了吗 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曹粮还是商粮 大人 这 这确实是朕海外后帮的曹粮啊 你再说一遍 这曹粮到底是谁收对的 是 抬进头来 姚广亮 我说看着这么眼熟呢 原来是老熟人了 夏大人 洪州衙门不是正到处找他吗 这可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夏大人 替姚先生抱抱山门吧 你不叫宋毛峰 也不是震海外后帮的押运官 你叫姚广亮 你是一名粮商 在京城开了十三家货 总共十四家米房 常年与通中两仓勾结到 卖米票从中谋取暴利 你曾经以茶叶商的身份 住进了沙烛巷小院 策划并绑架了一个叫兰儿的女孩 因此被关进通州大楼 后来由于证据不足 又被释放了 姚广亮 本官 说得没错吧 大人说得没错 小的认罪 小的认罪 告诉本官 你这次把粮食借给坐粮厅 赚了多少银子 盈头小粒 盈头小粒 盈头小粒啊 盈头小粒你也会赚 你就不怕掉脑袋 来人哪 请铁大人吩咐 把姚广亮押进通州衙门大楼 明日会审 是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铁大人饶命啊 铁大人饶命啊 铁大人饶命 有报来 改你了 大人 被之有罪 大人 被之有罪啊 大人 你身为朝廷命官 竟敢将库存陈粮 顶替胎州位曹粮 放出苍场 蒙骗圣上 就像不法粮商借粮赌仓 还让他假扮押运官 你好大的胆子 来人哪 在 把刘宝来也押进通州大佬 好 另案严审 是 走 走 铁大人请慢 铁大人 下官与金大人来迟了一步 万望恕罪 铁大人 这刘宝来是大运中仓监督 就算他当差有误 也应该调查核实之后再做惩处 这一下子就把他关进大牢 恐怕不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啊 大运中仓乃是仓场重地 您抓了刘宝来 这群龙无首 万一这边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呢 难得金庭城想得如此周全 不过本官已经考虑好了 刘大年 卑之在 从忌日起 由你代理大运中仓监督一职 封锁仓凹核查账目 查处一切与布法粮商 姚广亮勾结的违法行为 铁大人 卑之 刘大年 你听见了吗 是 卑之遵命 铁大人 大运中仓监督乃七平关节 必须由户部申报 吏部下文才能认命 大人这么做 本官并没有认命 而是让刘大年代理大运中仓监督一职 怎么 堂堂苍长总督连这点权力也没有吗 不不不 下官多罪 听着 你们做粮厅要把任命刘大年 为大运中仓监督的公文连印一好 明天一早送过来 由总督衙门承送户部下官遵命 都退下吧 大人 今夜之事办得如此干净利落 为何还要叹气 宇轩 宇轩 如果没有大通桥一案 你知道 大运中仓监督这个职位 谁最合适吗 您是说 陈天文 大运中仓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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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